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管理的骨盆测量稍微有点改变 所以我们在复习过程中要注意一下新教材的改变 那下面咱们看一下第一个 我们先学一下叫骨盆的解剖 我用这四个数字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叫什么4321 所以学骨盆要学为什么叫4321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首先要什么理解 这个骨盆那个架子到底是有极块骨头组成的 我们叫几块骨头呢叫四块骨头 一般我们说这骨头在靠关节怎么样连一起 有哪几个关节需要大家理解一下 不需要你记 但我要一讲完你是可以理解的 叫什么三个什么呀关节 二啥呢啊 就是说这个骨盆的有什么呀 有两对韵带来封闭这个骨盆 让骨盆的更加什么稳固 我们叫什么二 一什么呢叫一个分件 所以为了在分敏的过程中我们有帮助 翻这个骨盆你所谓的骨盆 分成了什么两大部分 有什么甲骨盆 还有什么真骨盆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谁了 叫真骨盆了 那就说真甲骨盆的分件在什么位置 我们叫什么一个分件 这是我们讲的叫什么4321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 就是管理这什么骨盆的什么骨骼 看图片 我们先来说一下 就拿几块骨头组成 一起给我认一下 看这一块骨头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这叫什么骨呢 这一块叫什么骨 叫掐骨 叫掐骨 然后这一块叫什么骨呢 叫持骨 持骨 大家又比较熟悉嘛 而这一块叫什么骨呢 叫做骨 说老师这不是三块了吗 你不是说四块吗 你看 这个掐骨 这个什么持骨 还有什么骨呀 做骨 这三块 当你变成成因以后 它要什么 融合成一起 我们叫什么骨呢 三块变一起 是我变大了 我们叫什么骨 叫宽骨 当然一个骨 一个宽 什么骨呢 叫宽骨 所以其实我们说 三块融一起的情况下 你可以发现 这个骨盆是左右对称的 所以 是两块什么骨呀 两块宽骨 这也是什么骨呀 宽骨 这什么骨呀 宽骨 这两块什么骨呀 宽骨 但除了这两块宽骨之外 咱们看后边 这个骨头 几个低锥融一起 我们叫什么骨 叫底骨 对不对 然后后边还有一个什么 小尾巴 我们看得出来 在底下 是不是还有尾骨呀 我们叫什么 叫尾骨 这个图你看出来 看到没有 这什么骨呀 上面叫底骨 这什么骨呢 尾骨 是不是 这个叫什么呀 叫四块什么骨头 哪四块 左右两块什么骨 宽骨 还有后面一块底骨 还有后面一块什么 尾骨 所以几块呢 叫四块骨头 不过在这里 我还需要提醒大家一句 那这四块骨头里边有一个宽骨 大家听好了 它是有三块融一起的 哪三块呢 第一块叫什么骨 掐骨 第二块什么骨 持骨 第三块什么骨 坐骨 所以希望大家从这里边别忘了啊 我这个图片呢可能更清楚啊 这是什么骨呢 就是掐骨 这什么骨呢 持骨 这个红颜色什么骨呢 就叫坐骨 这三块等你融一块 这什么骨呢 叫宽骨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骨盆的解剖呢 通过这图片 可以办在这个什么 这几个骨头 带你们学一下啊 所以呢 我们骨盆的什么 这四块骨头 要掌握了 好 要左右两块宽骨 一块什么骨 底骨 还有一块什么尾骨 第二个 我们喜欢的这四块骨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骨盆的这骨性标志 我们学骨盆 主要是为了目的 就是看看什么 这孩 他儿 有没有可能 从这骨盆的腔里面 被什么妈妈逼出来 所以呢 为了更好的理解它 我得需要学一下 叫骨性什么标志 骨性标志 分啥呢 有低骨夹 还有去骨联合 坐骨鸡 还有坐骨节节 如果这个地方不太好理解 我们拿个骨盆的模型 来看一下啊 这个模型虽然是 有点旧 但是我觉得能看清楚 就可以了啊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就叫什么 叫低骨夹 大家刚刚看了 这叫什么骨 叫低骨啊 是不是 低骨前面 第一个锥体呢 向前什么突起 向前突起啊 就是什么 像个山崖一样 往前突 我们叫什么 把它的位置 叫啥名 叫低骨夹啊 我手指摸的位置 什么位置 叫低骨夹 然后第二个 叫什么持骨联合 非常简单 持骨跟持骨相连的 这个什么关节 叫什么名字 叫持骨什么联合 啊 就这个绿颜色的啊 可能他不太清楚啊 这就是持骨跟持骨 什么相连的这个位置 叫什么名字 叫持骨 什么联合 这个位置 低骨夹 这个位置 持骨联合 那还有第三个位置 叫什么 坐骨机 所以这个图片 看得可清楚 大家看这 叫什么 坐骨 这是坐骨吗 坐骨上有个小凸起 叫什么 叫坐骨机 而且你可以发现啊 我要这样给大家看 能看清楚 这两个坐骨机 左右可能跟一个了 对不对 这两个什么呀 坐骨机 我们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两个坐骨机呢 是往这个盆枪里面凸起的 就往这个枪里面 往里凸起的情况下 所以办这两个小标志 叫啥名叫坐骨机 你看了 这个图片能看得可清楚啊 这就是两个小哥的 在坐骨上的小凸起 称是啥名字 叫坐骨机 然后再看这个 坐骨上是什么 大哥的 我们叫什么 叫坐骨什么节节 不都是坐骨吗 是不是 坐骨的小凸起 叫啥名字 坐骨机 坐骨话的大凸起 叫什么呀 叫坐骨节节 这就是我们讲的 骨盘的四个什么 骨性标志 又是一个四 同学们啊 再说一遍 这要什么骨呢 叫底骨家 底骨家 然后这个叫什么 叫持骨 什么呀 这底骨家 这要什么叫 持骨联合 底骨家 然后叫什么 持骨什么联合 这一个是后面 一个是前面啊 然后在下面 看下面有两个什么 特殊的地方 这个位置啊 可以看到 这两个什么 小凸起 我们叫什么 叫坐骨机 就大凸起 叫什么叫坐骨 什么呀 结结 而且你今天你评了一个问题 这两个坐骨机呢 是往这个腔里面凸起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小鸽子啊 越往里凸 这个腔怎么样 越小 所以这个位置呢 非常关键 所以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子宫 绝对不能掉到 这个坐骨机水平 什么一下 如果掉到坐骨机水平 一下 就称到子宫脱锤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 这个骨盆的模型 我们学了叫什么 骨盆的四个什么呀 标志啊 然后第三个叫什么 叫关节啊 关节 那你说 刚刚讲了四块骨头 还讲了四个骨性标志 我们来看叫三个 什么呀 关节 在哪呢 这个四块骨头 在靠什么 关节连一起的 要不连一起 就不是一个骨盆架子 是不是 哪连一起 第一个叫什么 齿骨联合 齿骨跟齿骨相连 叫齿骨联合 再一个 掐骨跟谁呀 底骨 这不是掐骨吗 这个打疙瘩 打高的一块 叫什么骨 掐骨 掐骨跟什么 底骨 我们叫低掐关节 所以这也一样 掐骨跟什么骨 跟底骨 叫什么低掐关节 所以有说有两个 低掐关节 还有一个 我们说虽然这个骨盆 就丢了 这个叫底骨 前面不还有个尾骨 接尔尾骨吗 所以底骨跟尾骨 靠什么相连呢 靠低微什么关节 虽然这个图片显示 这个尾骨丢了 但是呢 这个地方是有尾骨的 就是有个什么叫关节 什么关节 叫低微什么关节 所以呢 这个骨盆呢 我们有三个关节 第一个叫什么 齿骨联合 在这叫齿骨联合 第二个叫什么 低掐关节 底骨跟掐骨 叫低掐关节 对吧 在这位置 低掐关节 第三个 底骨跟尾骨 叫什么 叫低微什么呀 关节 在这啊 底骨跟尾骨 叫低微关节 就叫什么 叫三个什么呀 关节 那这个骨盆 那这个骨盆 四块骨头 靠三个关节 里连一起了 但是为了增加 这个骨盆的稳定性 我们呢 从旁边呢 还有两对特殊韧带 我们叫什么 二 二啥呢 两对韧带 哪对韧带呢 第一个叫低节节韧带 第二个低肌韧带 所以第一个低节节 第二个什么低肌韧带 那在哪呢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图片 再来看看图片 这个是什么股呢 是低股 没问题的 然后这是什么呢 叫做股 做股上有两个小个标志 一个叫做股鸡 一个叫做股节节 就大哥的叫什么 做股节节 小哥的叫什么呀 叫做股鸡 那就说 为了增加这骨盆的稳定性 我们发现在这什么 骨盆的侧币 两边呢 有两对韧带 目的就是增加骨盆的什么性 稳定性 哪呢 从低股发出 指点在做股鸡上 就我手指的位置 可以看到啊 这是做股鸡 这是什么股呀 低股 那可能比较宽阔一点啊 从低股到做股鸡 有的韧带 我们叫低股韧带 韧带是一般都是节地组织 它比较什么 能够变松弛 所以在韧性期间 受激素影响 这个会变成什么 比较松弛啊 一松弛以后呢 可以叫腔 可以怎么样 扩展一些 我们叫什么低肌韧带 再看下面这个 叫什么低节节韧带 从低股到什么位置 做股节节 我们也是用两手的跟你比划一下啊 从低股到做股节节 我们叫低节节韧带 比如说这个韧带我觉得挺好记得 一般骨盆的骨型的标志 理解了 它给你低股的什么连接 就叫什么呀 叫韧带啊 低肌韧带 低节节韧带 从侧臂封闭了骨盆的什么呀 侧臂 而且增加了骨盆的什么性 稳定性 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叫两对什么韧带 那今天我们学的两个韧带之间 我要学一个与分娩有关的一个特殊位置 大家看看啊 叫做股切肌宽度 做股切肌宽度指的是哪呢 是这儿 就这个位置 从小做股肌到什么地方 到鼻鼓 这个空间 我们叫什么叫做股切肌宽度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低肌韧带的宽度 我手可能带太多了 叫低肌韧带的宽度 就是从低股到做股肌 这个韧带的长度 我们也称作什么呀 叫做股切肌什么度 宽度 那这个位置是干嘛的呢 我们说是判断谁呀 中骨盆是否挟着的一个重要标志 判断什么骨盆呢 叫中骨盆 又圈一个新名词 中骨盆 所以一会我们讲完了 想把这标志想学会 讲完了 你来理解啥叫中骨盆 是判断中骨盆是否狭窄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是什么的位置 叫做股切肌宽度 其实这个切肌宽度就讲了谁呀 跟低肌韧带的宽度是一致的 不过呢 名字呢 大家要知道怎么回事 就这个肯定有个空间呗 这个空间叫什么做股切肌呗 是不是 那这宽度呢 就代表谁呀 叫低肌韧带宽度 好 这是我们讲的叫什么骨盆的三块什么 四块骨头 三个什么关节 还有什么叫两对什么韧带 那下面咱们接下来看 叫什么叫一个什么分间 那讲完了骨盆的标志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骨盆怎么分的啊 那这骨盆是以什么 以分间线 一个特殊分间线 半骨盆为了两大部分 叫甲骨盆和真骨盆 真骨盆呢 上下有什么两个口 然后上口呢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叫真甲骨盆的什么分间面 也叫什么是上口 那下口就是什么骨盆什么口呀 出口 两口之间就是什么呀 枪 对吧 两口之间就是什么骨盆枪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分间到底在什么位置 咱们先看这个图片 你看图片以后呢 我们再拿骨盆 再给你了解一下 这是什么位置 哎 低谷家 对吧 在骨盆点低谷家 然后这是什么位置 这是掐骨呗 对不对 这是什么骨 吃骨 是不是 哎 那掐骨跟吃骨之间 有没有一个像的一条线呢 有啊 那什么线 叫掐齿线 叫掐齿线 这是掐骨 这是什么骨 吃骨 它两个之间这个边的条线 叫什么线 叫掐齿线 然后这边也有啊 叫什么 叫掐齿线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这样认为啊 这个地方什么位置叫吃骨联合 那吃骨联合有没有上缘呢 有啊 所以就是这三部分 就什么 办这个入口就围成一个枪 围成一个面 这个面呢 就是叫什么 叫真假骨盆的什么 分线面 我们叫什么 叫界线什么面 平面 这个界线平面 就是我们以后要讲的 骨盆什么口呢 入口 再说一遍 这入口是由谁组成的 入口上面的记录 是夹骨盆 入口下面是什么 是真骨盆 那看一下 哪位置 第一骨加什么圆 前缘 在中文一遍啊 第一骨加前缘 两侧什么叫掐齿线 也叫什么掐齿圆 那可以两侧呗 是不是 前面呢 是什么齿骨联合什么圆 上圆 这就围成了什么呀 围成了我们说的 什么骨盆的界面 这个骨盆的界面 把它称作骨盆的入口平面 那入口平面 就把这个骨盆呢 就分成了两大部分 上面是夹骨盆 下面是真骨盆啊 那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什么 骨盆的分件 叫一个分件啊 哪儿的骨盆 同学也好理解啊 这是什么位置 叫底骨加什么圆 前缘 这是什么位置 哎 底骨什么 跟掐骨 跟什么持骨 这个边缘线 我们叫什么 叫掐持线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什么位置 叫持骨连和什么圆 上圆 这一圈 就是骨盆的什么呀 界面 我们也叫入口平面 啊 这个界面 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口平面 叫入口什么呀 平面 那这个地方出口 一会儿再说啊 下口什么叫出口 这叫出口平面 一会儿我来讲 那叫什么叫出口平面 那里边入口平面 与出口平面 里边的枪 就称为骨盆枪啊 那解说我们讲的叫 一个分件 我们就了解了啊 那这个图片也可以看清楚 这叫什么 小疙瘩 看到没有 叫什么呀 做骨鸡 大疙瘩 叫啥名字 叫做骨结结 对不对 刚才我们讲过了啊 这个疙瘩我突出来 叫什么 叫低骨夹 叫低骨夹啊 好 这是我们叫什么骨盆的 基本的什么解剖的 这个结构组成 我们叫什么 四三二一啊 四块骨头 然后四个标志 然后什么三个关节 还有什么两对韧带 还有一个什么呀 分件 这叫四三二一 好 这是我们讲第一个问题 关于骨盆的什么解剖特点 看第二个 叫骨盆的什么 平面 其实我们讲骨盆的解剖的目的 也是为了讲这个平面 那要说我们这骨盆是没有平面的 人为的 为了让孩 筋得免出来 把这骨盆呢 就分成了叫什么 三个什么呀 平面啊 一个是骨盆平面 这个骨盆轴 我们看一下啊 这块平面这样画的 这叫什么 骨盆什么口啊 入口 这叫什么地方 中间叫什么 中骨盆 然后这个什么 叫出口 我们叫什么呀 出口平面啊 这又是入口 中骨盆叫什么 出口 这样把它呢 每个平面的终点 连成条线 孩子是被什么 妈妈逼着 以这条线 为轴心 面出来的 我们办这条线 也称之什么 铲轴 也称之什么轴呀 叫骨盆轴 哎 这个名词 你解释一下 骨盆有几个平面 有三个平面啊 这叫什么口呀 入口 这叫什么呀 叫中骨盆 这叫什么呀 叫出口 几个平面 三个平面 这不是入口 中骨盆和出口啊 这三个平面 每个平面里 都有一个最宽的位置 胎儿是被妈妈怎么样 逼出来的 你要逼我走 肯定是 哪地宽 往哪跑 对不对 所以呢 那把每个那个平面的终点 连成条线 孩子是被妈妈逼着 你从你这条线 这个方向 被逼出来的 追办这个什么 整个这条线 我们叫什么轴呢 叫铲轴 这叫什么轴呀 骨盆轴 所以理解一下 这概念就行了 那现在咱们具体来看一下 这三个平面 具体应该在什么位置 来看一下 这三个平面啊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骨盆测量 我们测的平面 我们看看测在哪儿 然后再说平面啊 我要做骨盆的什么 净线 还有骨盆的测量 其实我说了解了三个平面 我得把每个平面 大了还是小了 去复习一下 那我大了小了 怎么去检查呢 就通过什么骨盆的测量 让测谁呢 测骨盆的净线 了解这骨盆是大了 还是小了 一般在临床上 骨盆分了什么 有外测量和内测量 感染不管那么多 咱们看一下 入口中骨盆出口 分别在什么位置 我怎么去测量 我们看了骨盆 说一下 看这个模型来看一下 好 看这个叫什么 底骨加什么圆 前圆 这是什么 两侧什么圆 掐齿圆 然后这样 还有什么位置 吃骨连和什么圆 上圆 这个围腿的平面 就称作什么平面 叫骨盆的入口平面 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骨盆上 咱们这样讲的 底骨加什么圆 前圆 还有什么位置 吃骨连和上圆 讲了两侧什么圆 叫掐骨和持骨的边缘 我们叫掐齿圆 也叫什么 掐齿线 这个围成的所谓的平面 就称作骨盆的什么平面 入口平面 那我想了解入口平面 大或小了 我得做测量 我怎么测量呢 是这样的 这个描述这个入口平面呢 我们一般说有四条线 你看我画的啊 第一条线叫什么经 叫前后经 第二条线叫什么经 叫斜境 第三条线 叫什么经 叫横经 三个线啊 我在这里面画一下 这就叫什么经 前后经 其实我大概可以可清楚啊 从底骨加什么圆 前圆终点 到持骨连和上圆终点 在我们在里面 叫啥呢 叫入口什么经 前后经 然后这个 除了前后经之外 还有什么经 两个斜境 两个斜境也不难 同学们啊 就像我们这张站立 就像骨盆这样的 我的骨盆是这样的 这样立 这是后面 这是什么呀 这是前面啊 这是后面 这是什么 这是前面 那这个位置叫什么 是我的哪侧 右侧 这位是哪侧 左侧 右侧 这有关节 叫什么关节 低掐关节 右侧低掐关节 到左侧 尸骨和什么 掐骨的交界边缘 我们叫掐齿隆突 叫什么镜 叫右斜镜 我指这个表 二叫什么斜镜 右斜镜 比如说 从右侧 低掐关节 斜过来 叫啥呢 叫右斜镜 要是左侧 低掐关节 斜过来 叫什么呢 左斜镜 这叫什么斜镜 左斜镜 这叫什么斜镜 右斜镜 所以 哪个关节 斜过来的 我们就叫 哪个斜镜 不要急扎实了啊 右侧 低掐关节 过来的 叫什么 右斜镜 左侧 低掐关节 过来 叫什么 左斜镜 所以呢 今天我们说两斜镜 我们就学会了 还有个镜 什么镜呢 这儿 两侧掐齿圆 这个掐齿线吗 两侧掐齿线之间 最宽的距离 叫的什么呢 叫的入口什么镜 横镜 就这位置 最宽的距离 叫什么镜 叫横镜 所以这个入口平面呢 描述大小 我们讲了几条线 四条线 第一条 叫什么镜 前后镜 第二条 第三条 叫什么镜 叫斜镜 而且特别强调 哪个关节过来 就叫哪个斜镜 然后中间 这个最宽的距离 叫什么镜 叫横镜 横镜 前后斜镜 还有什么镜 横镜 老人呢 我要是测量的镜线 我怎么测量 所以我要看看你 线有多长啊 你超没有超越 你说的什么 平均状态范围呀 我们怎么去查呢 就通过什么叫 骨盆的什么测量 我怎么测呢 我们看 第一个镜 什么镜 就这个 前后镜 前后镜怎么查呢 特别强调 我就查一个 叫什么叫 第一尺什么呀 外镜 还有什么镜 对角镜 第一尺 外镜 和第二镜 在哪呢 是这样查 你们看 先说一下 然后我们后边有图片 得看理解 这就是我们 小什么镜 叫 车无连和上远 这是什么地方 叫低谷夹 什么远 前远 这里面叫 前后镜 但实际上 我们在 临床工作中 这里面 我们能查 不能查 就是你 不带着 胎儿 你不是孕妇 这个地方 也不好查 那要是 如果真还原 有孕妇 那肚子里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胎儿 所以呢 我没法去查清 什么呀 前后镜 那咋办呢 我可以这样查 叫低谷 齿骨 从外面检查 称作低齿 外镜 哪呢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骨呀 低谷 这是什么 驰骨 那我就从 驰骨 联合 上原 外残原 终点 这不驰骨吗 然后这个什么 骨呀 叫低谷 低谷怎么找呢 是叫 第五腰椎 基突下的 凹陷 腰椎呢 一共就五个 腰椎下面 是谁呀 是低椎 那第五腰椎 基突下的 凹陷 相当于我们 说的什么呀 第五腰椎 与低椎 相交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叫什么 叫低谷呗 低谷 所以说 从叫低谷 齿骨 从外面检查 我们叫什么 叫低齿外镜 从外面查 从外面查 不是从里面 我里面我不好查 因为有胎儿 在里面呆着 那我就查什么 叫低齿外镜 就是说 通过低齿外镜 我可以间接 了解一下 入口的什么 真正的里面 前后的大小 我们叫什么 叫低齿外镜 那还有个线 叫什么镜 对角镜 对角镜在哪呢 是这儿 从低谷 加什么前终点 到什么位置 到这位置 这不出联合吗 出联合 有个上缘 还有什么缘 下缘 持股联合 下缘 到什么位置 到低谷 加前缘距离 从低谷 加前缘 到什么 低 叫持股联合 什么缘 下缘 这个线 是会斜着下来的 我们叫什么镜 叫对角镜 对角镜 对角镜 就是持股联合 什么 持股联合 什么下缘 终点 到什么位置 到低谷 加前缘 终点 我们叫什么 这个叫对角镜 就是我们讲的 测量入口的 什么肠的表现 像这个 同学们 什么掐机 掐机 我们就不学了 我是虽然给打伤了 但我跟你说 不学了呢 现在临床上 查这个镜线 我们外测量 查它 没得到意义 所以我给大家 告诉学们 入口的线 我想把数值说一下 你听一下 我要想查入口 平面窄不窄 我看哪条线 比较有价值 它有什么镜 前后镜 还有什么镜 斜镜 还有什么镜 横镜 前后镜 一般是几呢 平均是11 然后斜镜 大概平均是12.75 然后横镜最宽 大概金是13 所以其实在入口里边 我真正的想看 这个平面窄不窄 我建议你 查什么镜 前后镜 为啥呢 它是最短的平均出来 如果最短的 要是低于这个正常值 那说明这入口 可能是真正的窄了 你最宽的小了 那不一定是真窄了 但我最小的 最短的短了 那这个平面 可能是怎么窄了 所以我从这里 都有一个结论 我想以后要考试也好 我做题也好 我想看看入口窄不窄 我们就记住一个点 我要查什么镜 入口什么镜 前后镜 但如果前后镜 我们在里面不太好查 我就想个办法 从哪查呢 外面查 查几条线呢 两条线 第一条叫什么 低齿外镜 第二条叫什么 对角镜 这又叫什么 底骨 还有什么 齿骨 从外面检查 叫什么镜 低齿外镜 那要说对角镜呢 就这样了 是从什么地方 从齿骨联合下来终点 到什么位置 低骨加前来终点 叫什么镜 叫对角镜 这两条线 可以让我们真正的 间接了解谁呢 入口什么镜呢 前后镜 好 这是我们讲的什么 第一个 入口减下 这条线的位置 我们了解一下 你看我们现在怎么查 我得选你记住了 第一齿外镜 是为了了解啥的呀 看到没有 反应 入口什么 强大小 怎么查呢 它的数值是18到什么 20 就这样查的 我这从看骨盆模型 那我也可以从身体外面查 是不是 前面找个什么位置 叫齿骨联合什么圆 上圆 终点 外踩圆 后面呢 叫什么 叫底骨的什么呀 底骨 叫第一什么 底骨 第一五腰椎 鸡脱下的凹陷 像这个底骨的位置 这个位置 所以叫什么镜 叫第一齿 什么镜 外镜 从外面查呗 叫的是外镜 它呢 正常只记住18到20 如果你检查 如果真的是小于18 小于18呢 代表入口平面 叫可能 下来 为什么我说可能呢 因为大家可以发现 我从外面查 是每个孕妇 我都要把练肉 带皮 在皮下组织 是一块测量的 那每个孕妇的什么 这些位置 还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你学人胖点 有些人瘦点 还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所以呢 你说如果他小于18 只能说叫可能什么呀 狭窄 再一个 那个骨盆测量了 还有一点 那我们看你骨盆小不小 你骨盆你不小 你孩儿大了 你也出不去的 进去的 所以呢 我说小于18 叫可能狭窄 那我下面看一下 第二条线 这一条线 第二条线 有什么镜 对角镜 胃盆测量的对角镜 是这样的 如果我侦查的 敌尺外镜 小于几 小于18 那说明这个入口 可能怎么样 窄了 那你可能窄了 我说要想准确了解 强劲 是不是真的窄了 我怎么办呢 我可以做下一个检查 什么检查呢 叫对角镜的测量 对角镜 也是反应入口什么 墙大小的 一般来说不检查 你知道为啥吗 因为我的需要 消毒带无菌手套 把手伸哪去啊 伸到这个骨盆墙里就检查 这个检查呢 需要消毒 在一个检查的过程中 我们整个的孕妇 还是比较痛苦的 所以呢 这个线能不查不查 但你为什么查它呢 因为你 底尺外镜什么 可能短了 再就是 这个线 能够什么 能够准确 准确反应 真正的入口什么 卡顿大小 为啥呢 它没有皮 没有肉 没有皮压 它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统计系的一个指标 所以来看 我怎么查啊 这个图是这样的 手是两个手指 是哪去呢 伸到这个 从阴道 到什么地方 到本墙里边去 用那个什么 中指的指尖 顶什么位置 顶着持骨连个什么圆 加底骨加什么圆 前圆 我进去了 进去又从这 阴道里边进去 进去后指着这个位置 那我们可以看到 持骨连和下一终点 在我那手上 肯定有一点吧 刚刚说了 从这个位置 到什么 到这个位置 叫啥呀 叫队友镜白 我手从阴道里边进去 我到顶了什么位置 顶了这个 底骨加什么圆 前圆 然后持骨连和下一终点 在我手上呢 卡有一点 那这个距离拿出来 你看见没有 这样卡出来 这个距离 叫什么镜呢 就叫对角镜 因为我查就是对角镜的位置嘛 距离嘛 是不是啊 对角镜 一般数字是多好呢 12.5 当时呢 13 这个数值 减去1.5 或者2 就是真真正正的 入口什么镜 前后镜 这个数值是经过统计学 统计出来的 所以也不是我们自己编的啊 他为啥减1.5到2呢 他有人认为说 你斜这个线 根据这个女性骨的这款倾斜度 你减去1.5和2 是真正的入口什么镜 前后镜 所以呢 我们要减去几呢 1.5和2 大家可以看一下 12.5减去1.5的几呢 是11 13减2呢 也是11 刚才我们提到过了 正常入口的什么镜 前后镜 平均值 大概是几呢 是11 所以你可以看到 对角就能够准确反映 入口什么呀 强劲 不过把那数值 再减去一个标准 那你为了你能够记录 强劲 或者为了你记录 入口窄不窄 我们怎么办呢 要记住 正常值是多少呢 12.5到13 是cm 好 这是我们叫什么 叫入口的检查 所以总的这 我总结一下 同学们啊 线呢 比较难 也比较麻烦 但我们说 入口的位置 我掌握了 那我除了掌位置之外 我还知道 我想看入口窄不窄 虽然你有四条线 我们主要测哪条线 叫前后镜 但前后镜 在盆墙里边 不太好查 为了更好检查 我们需要查两条线 哪两条呢 第一条叫什么 叫底尺什么外径 第二条叫什么径 叫对角径 那底尺外径的数值 怎么查也看到了 然后呢 数值呢 记住 18到什么 20 如果小于18 我想准确检查 入口强劲 是不是真的低了 我要可以做什么 进一步检查 内测量 按手势拿去 听到引导里边去 查什么经验 叫对角径 对角径 对角径的数值 你也记得 12.5到什么13 它减去1.5和2 这个1.5和2 是统计学统计出来的 然后呢 真好就是真真正正的 入口什么径 强劲 听音值是几呢 是11 所以呢 这两条线 都是为了反映谁的 入口强劲大小的 不过 由于哪一个更准确 我们先做什么检查 我们的思路要清晰 好 这是我们叫什么 叫入口的啊 后边这几个 我就不再说了 学院们啊 新教材就说 需要大家了解就行了 我们主要看什么 看横径的 那横径 本来就意义不大 所以呢 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啊 什么呢 掐击 什么呢 掐击啊 这个掐击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的什么 掐击上击 然后这个掐击是什么 是宽的位置 大家参考就行了 我们这个数值 就不再说了 看下边 第二平面 什么平面 叫中骨盆 讲完了入口 大家理解了 我们看看中骨盆 在什么位置 我们用这个模型 来看一下 中骨盆这样讲的 我们常讲呀 这是个枪 叫骨盆枪 那骨盆枪 孩子进到什么 入口里面去 他要想跨出来 可以从上往前跨出来 那能不能跨出来 这里有个地方 特别重要 我们刚刚讲过的 什么位置 叫做骨鸡 叫做骨鸡 这两个小凸起呢 比较特殊 它呢 正常是往着枪里 被凸起的 这两小凸起 越往里凸起 这个枪就变得怎么样 越小 所以呢 我们就临床规定 把过两个做骨鸡 骨盆枪里的面 叫做中骨盆形面 那中骨平面 我要更好地描述 我们老百姓讲的 两点一线 叫三点什么一面 那三点呢 是描述它呢 在这儿 叫持骨联合什么圆 下圆重点 持骨联合下圆重点 加两个什么做骨鸡 大家可以看看 几点呀 是三点 这三个点啊 围成的面 带着什么 正好在骨盆枪的 什么中央的位置 最中间的位置 我们把它称作什么 中骨盆平面 几点呢 三点 再重复一遍啊 是谁呢 持骨联合 下圆重点 加上两个什么 做骨鸡 加两个做骨鸡 几点呢 三点 这三个点 是不是组成一个平面呀 这个平面 在什么 在这个骨盆枪里边 帮它称作什么平面 中骨盆平面 就叫三点什么 一面 好 那这个中骨盆平面 我想了解大小 我咋办呢 平面了解了 我们看看大小 怎么去获取信息 那它也分了什么 有前后镜 还有什么镜 横镜 前后镜 横镜 我说一下啊 这个横镜 就是指的是两个 坐骨鸡 之间的距离 两个坐骨鸡 之间距离 叫什么 中骨盆什么镜 横镜 比它里边是以它为标准吧 对不对 哎 这两个坐骨鸡 中距离叫什么 叫中骨盆什么镜 横镜 这个横镜 平均值 大概是简单 大概是十 除了横镜之外 这还有平面 还有什么镜 前后镜 为了好描述啊 这个前后镜也简单 一般这个坐骨鸡一连 我们说这叫横镜 它有一条什么 有个终点 两坐骨鸡连线终点 那就在这个位置 加上这持骨鸡和什么点 下缘终点 这个终点 加这个终点 两一连 两点什么 一线 把这个持骨鸡和下缘终点 加上两个坐骨鸡 连线终点 连下来 跟低骨有个交界 把它称作 中骨盆什么镜 叫前后镜 你具体在什么位置 你可以不了解 但我知道是描述 中骨鸡的大小 有两条线 第一条什么镜呢 横镜 第二条什么镜呢 前后镜 那横镜非常简单 记住谁的选择吗 就是两个坐骨鸡 接近的距离 那这个坐骨鸡接近的距离 我怎么测量呢 大家看啊 前后镜数的这几呢 是11.5 前后镜11.5 而那横镜几呢 10 大家说相比较 谁最小呀 横镜微笑 所以对中骨盆来说 我想看你的中骨盆 狭窄不狭窄 最关键 查谁呢 查中骨盆什么镜 横镜 记好了 查什么 中骨盆什么镜 横镜 那横镜怎么查 我们就要查什么 坐骨鸡什么前镜 咱们看怎么查了啊 呃 我们一般这样查的 手怎么样 进去摸谁呢 就摸着我镜 我从外面查 不太好查 就会从什么 从里面 手进去摸着两个什么 坐骨鸡啊 然后我们坐鸡 摸两个坐骨鸡 然后大张手伸开以后 估算一下 这两个坐骨鸡的距离 是多少 拿出手来 以后测量一下 就可以了 就叫什么 测谁啊 两个什么 坐骨鸡 这样就怎么查啊 我说了 半手放哪去 放里面去 可以看到啊 手放里面 进什么地方 进到骨鸡腔里边去 用两个手指 去触摸谁啊 坐骨鸡 然后触摸以后呢 手在什么 伸开 然后呢 看看两个坐鸡的距离 大概有什么 是多少 来测一下 就可以了啊 这我叫什么 叫坐骨鸡 什么呀 简镜 它反映什么 中骨鸡的什么大小 而且正常值 大家记住 不能低于节 不能低于室啊 那如果低于失了 代表中骨鸡 怎么样 小了 我们还查一个线 如果说这个线 真短了 我建议你的手 不要什么 离开 手的摸也是 摸这个辈子 大家看啊 低骨到坐骨鸡 我们说过啊 这个地方 低骨叫坐骨鸡 我们叫什么呢 叫低鸡 我们说人带 对不对 叫低鸡 人带的什么呀 宽度 也叫什么 叫坐骨 切鸡 的宽度 去摸一下 这个人带的什么宽度 这人带的宽度 如果说这个 横径短了 这个宽度也短了 那这个孩子 什么 一般来说 进到入口能进去 但是嘛 就卡的这个位置 就出不来了 是没什么意义呢 中骨盆是真正的窄了 那要是如果说 它要是稍微窄一点 那我可以摸一下谁啊 这个坐骨 切鸡宽度 就这个位置啊 从坐骨基 到什么 到低骨的这个位置 叫什么 叫坐骨切鸡宽度 这个宽度 如果是什么 小于几横值 三横值 那我们就直接跟他说 今天这个孩子 你就变生了 你就直接想得怎么样 抛股铲就行了 为啥呢 还能进去 但是怎么就会 卡这 怎么样 出不来 因为你中骨盆是真正的 怎么样 下来了 所以查中骨盆窄不窄 我觉得你要是想要记住 也需要查什么 两个线 第一个线 查谁呢 坐骨鸡肩镜 它代表是谁啊 中骨盆什么镜啊 横镜 我怎么查 可以看图可以看到 而且这个数值不能小于几呢 不能小于10 这是我们知道什么 它 如果它小于10了 我们再什么 再去摸一下 摸谁呢 摸低肌 韧带的宽度 它也叫坐骨气息宽度 我们讲了 从坐骨肌到什么低骨 这有个韧带 叫什么低肌韧带 它的宽度 我们也称为啥呢 叫坐骨气息宽度 它是反映中骨盆大小的 有没有强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后如果是真窄了 一般这个距离 能什么 就小于什么呀 三横纸 如果是它能大于 容三横纸 三横纸以上 说明这中骨盆 还是不摘的 所以呢 它也反映什么 中骨盆大小 那几横纸呢 一般是三横纸 数值你可以5.5到6 可以不计 如果6要好计 那是2.3倍 是不是 几横纸呀 三横纸 只要你能容三横纸 说明这个中骨盆怎么样 是不摘的 这个图可以看到 这是坐骨基 这是什么低骨 对不对 然后这个人家的宽度 也叫什么 叫坐骨 起立宽度 就是叫中骨盆的测量 所以中骨盆测量 我们也查什么呀 两条线 入口呢 也查两条线 对不对 好 我们都是2 大家看的啊 最后一个 叫什么平面 出口平面 出口平面 是有两个三角形为成的 不在同一个平面上 其实我们看的啊 我这里图画出来了 我能看出来 我再跟你说一个 大家看 就这样 看这个出口 应该能看可清楚 这叫什么位置 持骨连和什么缘 下缘 这叫两个什么 坐骨结结 这叫什么 叫低微关节 低微关节啊 低骨跟尾骨 有个关节连着 叫什么 叫低微关节啊 所以呢 叫 别忘了 叫什么 叫低微关节 那持骨连和下缘 加上两个坐骨结结 像不像 三角形 大家看来 叫什么形 三角形 在前面 我们叫前三角 但低微关节 加两个坐骨结 也是什么形状 三角形 在后面 我们叫什么呀 后三角 所以呢 这个出口 是有两个什么 不在同一个平面的什么 三角形 围成的 我画了图片 像个什么 像一个平面 它其实不是一个平面 但是临床为了方便 就把不是一个平面的 两个三角形 围成的这个位置 就统称为啥呢 叫出口平面 确实它本身 不是一个面上 但是临床就这样叫它 你呢 就行了 所以呢 出口是有两个 三角形围成的 那我看出口窄不窄 我主要查谁 同学们 查这 这个 这个 这四个点啊 四个点围成的出口 然后大家说这个呢 叫什么 叫出口什么境 横境 比如说 两个 坐骨结结 这些距离 我们叫什么 出口什么境呢 横境 也叫坐骨结结 什么间境 所以不管你 在不在一个平面上 但是这两个面呢 有一个共同的边 共同的点 就是谁呢 坐骨结结 所以呢 临床就办 坐骨结结 这间的连线 内侧也有这间连线 就称作什么呢 称作出口什么境 横境 我们也叫坐骨结结 前境 没有问题的 那下面 我们问大家 你说这个 两个三角形 在前面叫什么角 叫前三角 那我问你 前三角有没有高呀 有啊 叫什么 前面 三角形的高 我们叫什么境 叫前 双境 那后面三角形 也有高啊 只要你是骨盆 没有畸形的情况下 它应该是等 要三角形 所以呢 坐骨结结 连线 终点到 低微观点的距离 我们叫什么 出口什么境 后双境 这又是叫前双境 还有什么后双境 除了横境之外 有一个前双境 还有什么 后双境 那还有什么境 前后境 前后境 了解一下 哪呢 从吃骨连和下而终点 到低微观节 把它称作出口什么境 前后境 所以这个好理解 这是出口前后境 虽然你不规则 我就是规定的 从吃骨连和下而终点 到什么位置 低微观节 叫什么呢 前后境 那两个出口境内裁员呢 叫什么境 叫横境 那前面这个三角形的高呢 叫前双境 后面的高呢 叫后双境 就是我们出口的一个什么 平面的几个线 那从这儿讲 我测出口 哪条线 就价值呢 就两个红色标的 一个是横境 一个是什么境 后双境 什么意义呢 咱们看一下啊 坐骨节节肩境 相对这个出口来说 前后境和横境来比较 那前后境 它大概是11.5 横境呢 平均大概是9 我们如说上说的 8.5到什么 9.5 平均是几呢 9 所以相对而言 谁短呢 肯定是横境短 所以呢 测出口窄不窄 我们高同学们 关键查 出口什么境 横境 所以叫什么 也叫坐骨节节前境 坐骨节前境 然后还有呢 就是有一个持骨弓 什么角度 那哪呢 两个持骨降至的夹角 就这个角啊 我们叫啥 这个夹角 就叫持骨弓角度 这个角度呢 一越大 肯定是两个坐骨节节 里面越远 那就是出口的横径 也越什么 越宽阔 所以它其实测上谁的呀 反应谁的呢 反应出口横径的啊 两人是一个一的啊 但是我们今天测呢 就要测谁呢 叫坐骨节节 什么监径 叫什么 在这儿 出口什么径 横径 这个数字刚才提到过了 平均是几呢 平均是九 如果说你减下的结果 这个数是什么 小于几 小于八 小于八 这个平面 确实可能有点小了 但是毕竟出口不规则 你不能什么 一个点 一个减线 就说你真窄了 那不能这样说 那怎么办呢 我建议 在查什么镜 叫后双镜 就是我们讲的 后面 三角度的高 有什么镜 后双镜 那我怎么查 先不说啊 但我知道是 我下一步 先查谁呢 坐骨节节肩镜 如果有问题 小于几 小于八 我查谁呢 后双镜 然后呢 看这个坐骨节节肩镜 加谁呢 加后双镜 比如说 他俩镜什么之和 这俩镜之和 如果小于十五 代表出口是真正的狭窄 你呢 是也别人的是 抓紧箱和泡红产 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我们叫什么 叫出口面测量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图片 能看明白 我们看 就怎么查啊 就这样查的 这叫什么 出口什么镜 横镜 然后就是拿着什么 我们讲 这是什么呀 吃骨酱汁 这些吃骨酱汁 这两个叫什么 叫做骨节节 大家看红字标出来 叫做骨节节 什么圆 内测圆 平均值是八点五到什么 九点五 他反映什么 出口的大小 出口大小 如果说这个是正常 出口正常 如果这个是小了 出口什么 不一定小 为什么不一定小 因为它毕竟是什么 不规则 它本来就不在一个面上 但我乘坐是出口平面 所以建议查什么的镜呢 叫后双镜 看看什么 看看这个横镜 加什么镜 加后双镜之和 后双镜之和 他两个和 后双镜 他的和如果是大于解十五 应该说这出口 这个还是可以的 那正常胎儿 是可以从这个出口 免出来的 如果小于十五 那就直接跟你什么 告诉这个什么呀 这产妇 今天你的出口是狭窄的 你这孩子 不可能从出口出来 你还是尽早的 选择什么呀 跑过去 所以呢 这个含义 要理解啊 这个是不是正常 出口正常 这就是小了 但出口不一定小了 为啥呢 毕竟是不规则的 什么两个 成氧型为成的 所以呢 这次要是他啊 那后双镜 我们刚才看到了啊 人家出口正不正 这不是吗 大于十五 出口正常 小于怎么十五呢 出口小点 差什么镜呢 后双镜啊 就差他 差他那没有 这什么镜 横镜 这什么镜 后双镜 看什么 两镜之和就行了 那这个拳头呢 是你把我们的拳头能进去 代表这出口的横镜 基本差不多啊 也可以是这种方法查 也可以用什么 我们的果皮测量器 用的什么测量器 去检查一下 都可以了 好 这他什么 这个出口啊 所以讲这个地方 我们基本上就办什么 这个骨盆的什么 这个骨盆测量线 都理解了啊 在这一个角度 大家看它叫 持骨弓什么角度 就讲了啊 就两个什么 持骨降肢的什么 这个夹角啊 叫啥名字 叫持骨弓角度 就这两个夹角啊 叫持骨弓角度 这个角度 我们一般来说 你同志 应该要什么大一等 多少 九十 这个号啊 要大一等九十 它也是反映果皮出口的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 角度越大 两个住户阶级 越远 越远 那肯定是出口的横径 越宽阔 孩儿呢 越容易被远出来 所以呢 这个角度反映什么 也反映什么 出口大象啊 我们过去 我们老板 听着句话 说你同志 屁股大了 好生孩 什么原因呢 你要是两个住户阶级 离得远啊 离得越远 这个出口角度越大 那肯定屁股也越大 生孩子肯定越容易 说明你出口大白 对不对 所以呢 把这个角度 大家需要 大家记一下 好 最后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同学们啊 这个总结非常重要 同学们 来们看一下 我古文的解剖 三二一 我们学过了 我们看一下古文的什么 镜线 还有古文的测量特点啊 一般来说 就平三个平面 第一个平面 看什么呢 入口 入口平面 想测这什么 最关键查什么镜 叫前后镜 前后镜 平衡这几呢 是十一 那次量方法 我说了 前后镜不好查 我测两个线 一个叫底齿外镜 一个叫什么镜 对角镜 底齿外镜 这张值是十八到什么 二十 不能小于镜呢 十八 如果小于十八 建议去查什么镜 对角镜 这是我们入口的特料 那中骨盆 查什么镜呀 横镜 不要有价值 因为横镜短 前后点长 所以呢 我查横镜 我查谁呢 就查坐骨节节 什么呀 坐骨鸡 肩镜 就是两个坐骨鸡的距离 叫坐骨鸡肩镜 如果查的它 小于十 建议你 进一步检查 查谁呢 坐骨切肌 或者也叫 低肌 韧带 就它 坐骨切肌宽度 或者叫什么 低肌 韧带的宽度 这个地方 能用几指 能用三横指 我们叫几 二三到六 是什么 是五到什么 六公分 如果能在这个范围之中 应该说 这个它儿是什么 能跨过谁呀 中骨盆的 什么中骨盆 还是可以的 第三个 它什么口呢 出口 出口 捉插什么镜 横镜 横镜 我们是整个相对来说 对出口来说 是比较短的 因为出口不规则 有前后镜 还有什么 横镜 横镜呢 平均指指指指哪 九 就测试着 叫坐骨什么呀 节节 Ça보다距离 我还可以测什么 叫止骨弓 什么角度 趁骨角度 要什么 大于等多少呀 90度 如果小于90 一般来说 那个座骨接线监 太短了 那我们说 就往里来了 那孩子就不好处了 对不对 如果查了 这个坐骨接线 小于几呢 小于八 别忘了查谁呀 后双镜 后双镜的数值可以不计 但我知道是什么 后双镜查完以后 拿这个横镜加谁呢 后双镜了解一下两镜之和 两镜之和大于15 就可以什么试一下 小于15是无法免除 应当免除的 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怎么样 说做跑无产就行了 所以我来这样大家记啊 今天呢测量和线 哪个数值得理解 哪个线得了解 再一个的数值得需要了解 就是两足数字 一个是11 10 还有9 这三个数字代表是 每个平面里边相对而言 比较短的那条线的平均值 入口强劲 平均是11 中股份强劲 横径平均是10 出口横径平均是9 这是什么叫11 19 比较好记 那下面还有第二个数字 叫什么18 10 8 还有15 15啊也好记 18啥意思 就是说入口窄不窄 查什么镜 低至外镜 低至外镜 一般不能小于几呢 不能小于18 如果小于18 查对角镜 中股份的横径 做骨肌肩镜 不能小于几 不能小于10 如果小于10 我建议你手辟出来 去摸摸 做骨切记宽度 然后出口 横径 不能小于8 叫做骨节 如果小于8 建议查什么镜 后双镜 后双镜 加上横径的什么 之和 两和 两镜之和 不能什么 小于15 如果小于15 建议抛股镜 那正常应该什么 叫大于15 就是我们叫什么 骨盆镜线 与骨盆镜 一个小节 总结 这两组数字 再记着 还有就是它 每个数字的临床医 再一个怎么去检查的 可以不学 但是它哪条线 你得需要掌握就行了 好 这是我们叫什么 叫骨盆镜线 与骨盆镜的测量 好 ign ים fantastic rest 一 不 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